《反修例》风波已经过去两年多 李祥令香港元气大伤的暴乱 一直被西方媒体一面倒感 索作为一场和理非的民主抗议 但有一位完全独立的美国目击者 为西方独者赞写了一篇 关于香港反修例暴乱的详细报告 以他的观察揭露了当年的真相 亦为西方片面的报道带来不一样的声音 资深传媒人Nuvi-Fiktaci说 一位名叫Michael Edices的经济学者 在美国的一个出版物上 刊登了一篇文章 Nuvi-Fiktaci在获得允许之后 将这篇文章刊登在网上 Michael Edices的文章已在表面下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香港故事为题 开篇提到四个重点 其一 被广泛报道的所谓北京试图强加一项法律 从香港抢夺不同政见者的这种说法 并非真相 其二 和平示威者很快逃离了这场运动 因为他们意识到黑暗 暴力 有组织的势力隐藏在表面下 其三 媒体只是转述一方面的故事和数字 而没有做好本职的调查和报道工作 其四 关于警报的指控完全错误 香港是一个犯罪率低的城市 市民和执法部门的关系良好 作者Michael Edices表示 和很多当时并非身处香港的评论员不同的是 他是亲身经历了在香港的那段暴暖时间 他提到2019年6月9日的示威 发起者向国际传媒说有100万人参与 西方媒体未经查证就刊登这个数字 但实际人数要少得多 文中更加提到 尽管特首撤回修例 但抗议仍然未停止 示威者暴力闯入立法会 向警方投摘汽油弹 但涉破坏城市 杀死无辜的人 占领两个大学校园 制造武器和警方作战 但暴徒却指责警方暴力 三波谣言说警察杀死示威者 而西方媒体仍然称这场暴乱为民主抗议 法民的前领袖也没有谴责暴行 反而提出荒谬的五大诉求 当中包括不可协商的要求 文中引述Nuvi-Fektaci的调查 2019年理大暴动里面 大部分示威者并非学生或者理大人士 而是受雇用的暴徒 在最终向警方自首的1600人里面 只有46人和理大有关联 有未满18岁的学生 怀疑每人可以得到300港元的报酬去参与示威 他们只需着上黑衣 大声喊叫 订砖头等等 至于资助他们的是谁 文中引述Nuvi-Fektaci的质疑说 美国反华势力通过 与CIA关系飞浅的NED 即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仅仅一年就投入64万美元 即是500万港元的预算 还有其他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资助香港示威 而事实上 美国在过去70年 都用这种方法资助不同国家的破坏势力 反修例风波已经过去 但真相不应该被掩盖 西方一面倒的表述 也不应该为这场暴乱概观订论 希望像Michael Edices的声音 可以被更多人听到